大家好,我是陈老师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命理名人堂节目 开始之前,老师请大家务必按一下订阅以及赞的按钮 老师正在冲十万订阅者的目标 原创节目制作非常不容易 不会花您太多的时间 但是是支持老师原创的动力 再次老师拜托大家支持 随着2020年,我们的选战不断的接近 许多政治人物开始一直拼命的去刷了存在感 不只是想选总统的 想选立委的 包含已经当过总统的 都赶紧来刷一下 因为多刷几次 让大家记得他的存在 那他追求的目标 就有可能可以有些筹码来跟当局者谈了 今天我们命理明天堂要谈到的是 我们中华民国第十任 第十一任的总统 也就是我国史上第一个因贪污罪定验 而曾经入肩服刑的卸任总统 现在透过对岸的媒体报导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 陈谦总统到底当时发生了什么事? 2008年8月13日深夜11点 就在邱逸准备连夜坐飞机回台北的时候 一些台湾民意代表 都收到了一份来自瑞士的信函 信函中提到 陈水扁家族涉嫌在海外洗钱 这份信函内容相同 都来自瑞士的国际反洗钱组织 爱格蒙 其实爱格蒙组织早在一年半以前 就已经销销钉上陈水扁家的海外账户 红山军倒扁运报罢的时候 陈水扁家曾在国泰涉华银行地下保险会里 价值7亿新台币被颇要进行转移 就在把3亿元新台币汇到儿媳海外账户的时候 爱格蒙组织拿到了确凿的证据 2008年8月14日上午10点 当其他的民意代表还在犹豫 是否要尽快公布这份材料的时候 时任国民党籍民意代表彭秀柱 毅然决定立即举行新闻发布会 向社会公布 爱格蒙组织发了信函 2007年2月15号 新加坡瑞士信贷私人银行 贿入就这个S1这个户头 美金2000多万 5月他要这家银行帮他成立一个公司 所有东东都跑进去了 那么这家公司的所有权人是黄瑞敬 注意授权代理员是陈志忠 洪秀柱手里拿着厚厚的一份材料 来到了记者会现场 会上洪秀柱首先出示了 由瑞士划给台湾的公文 在这份公文上清清楚楚写明了 请台湾方面协助调查陈水扁儿媳 在瑞士的账户是否涉及洗钱 而且在这份公文上没有做任何遮掩 能够让大家清楚地看到 这个账户上出入的金钱 高达数亿新台币 14日下午 陈水扁召开记者会表示道歉 宣称这些款项 是他历次选举的结余款 没有依法诚实申报 我不能够再继续骗自己 也不能够继续再骗别人 我决定选择坦白 我曾经做了寡历所不许可的事 多次审判台湾高等法院2012年11月1日 裁定陈水扁有期徒刑18年6个月 并处罚金1亿5600万元新台币 罚金不亿服劳役 罚网会会议输而不漏 陈水扁成为了台湾司法省上首位锒铛入狱的前 当然我们现在也知道我们的前总统陈水扁在2012年入肩服刑后 虽然他的刑期未服完 但已于2016年由时任总统的马英九总统任内获得了什么? 保外就医 目前居住在高雄进行的居家疗养 而且陈水扁总统仍积极的寻求现任总统蔡英文总统的特色 让他能够恢复完全的自由之身 但随着时间流逝 这次蔡英文总统第一任的任期即将戒满了 又即将面临的民进党的连任危机 身兼总统的动作也开始频频 似乎是不断的提醒蔡总统 你好像忘记了什么事情 到底我们陈前总统是否能达成所愿获得特色呢? 或是他会被他人的政治利益考量而又被关回去呢? 今天我们的命理明年堂就来分析我们陈前总统的特色录 我们陈前总统的出生时间为1950年10月12日 陈前总统他的现年也为68岁 以目前的政治人物来算 他还是很年轻的 他的出生时间转化为八次 就是为更影年 并虚月更成日的即时 所谓的即时 老朋友都知道 就是老师不知道他确切的出生时间 但是按照命理师的解析规范 我们都会把他的时间改为即时 但是出生时间仍然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如果少了这一柱的参数 整体的准度就会下降了25% 在这一点要先跟大家报告哦 以陈前总统的格局来看 他是属于一种光老师已经看到前三柱的格局 打底就是出将入相的百万种选一的格局 也就是陈前总统就是人中之龙中的人中之龙 即使以目前台上的政治明星来看 能够跟陈前总统来比格局的 恐怕真的用几根指头来算 也是屈指可数的 因为光以这的命格来看 在某种层面上来说 或许还略胜了我们目前的总统 蔡英文总统 伴仇 这样的格局 可以说 兼具了什么乱世的英雄 以及自恃之能臣的一个非常极佳的命格 所以到底要成为英雄或是枭雄能臣或者是奸臣 这个其实就在陈前总统他的一面之间 以老师不完整的命格秩序来看 如果陈前总统他是出生在对岸 并且有机会能够入党从政 那他的格局或许都有可能有机会 慢慢的历练可以去搅逐他们的中央总书记的候选人的可能 也就是他如此英雄的格局 如今却从帝王的云端掉入了罪人的泥潭 必须用一秒抖6.6下的方式来规避回间的可能 也真的是令人不慎的唏嘘 而前中陈前总统的运势在遂次几亥年 可以说是非常的猛烈 因为他的格局可以说是今年强盛到什么地步呢 可以注意碾压了今年的太岁 加上他现有的格局资讯 可以说他的运势可以是如鱼得水 非常的顺遂又强势 如果曾经总统他想要脱去他身上的戴罪之身 那或许今年是未来十多年内 他最好的机会了 当然老是不大懂他身上的案件的司法细节 但是如果是有方法或是条件上可以达成特色的 那今年就是他最好的机会了 如果错过了今年 到了明年的庚子年 虽然仍然是强势的时运 但是获得特色的机会 就会比今年小一些 那如果还是没有去争取 随着时间一年又一年的流逝 特色的机会会越来越低了 如果再不争取 可能在七年之后 如果松华民国的政权 如同现在一样仍然存在 为什么老师说要仍然存在呢 请各位务必订阅老师频道 老师即将推出的推背图系列的第四集 就会谈到推背图中中华民国灭亡的可能性 回到我们主题 如果届时中华民国仍然存在着 那很大的机会 我们的陈前总统可能又得回到监牢继续服刑了 但是如果再等到那个时候 再回奸服刑 恐怕对陈前总统不是一件好事了 因为那个时候他再出狱的机会 可以说是遥遥无奇了 因为那次进入监狱之后 他可能因为心情调适的因素 有心情去影响到他的健康 或许他可能就会直接成为了历史上的一个曾经有的人物了 一切的功过就留在后人去给予评价 人生如戏 戏如人生 万般带不走 唯有夜随生 政治人物的是非功过 能够公正评论的恐怕不是我们 而是后人的历史才能够看得出来 死笔如铁 愿所有政治人物都能够戒胜恐惧 希望你们能够争取万古流芳 而非遗臭万年 我是陈老师 希望各位能支持老师的原创节目 务必按下订阅以及赞的按钮 帮助老师快速达成10万订阅者的里程碑 当然或许老师的节目不是很完美 但是由您的订阅跟鼓励 老师也会更加的成长 希望有任何想法的 你可以在下方留言 记得礼貌的留言 文明的讨论 理性的批评 是我们一起成长的动力 我是陈老师 感谢您这次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